年轻老头生出个孩子 可打开一看是被律过的 更占尽的是 接着就把一肚子坏水吐亲妈一脸 当妈的飞蛋没生气 还一脚把亲姑娘踢进了墓地 很快又生了一个 看太丑 便转手送给了一对盲人夫妇 俩人看着孩子长得很像自己 对此非常满意 直到世上最帅的宝宝诞生 洛杉尔胡子 和那与生俱来的八块腹肌 亲妈终于露出了笑脸 并在皮带上印好胎记 随后男孩就开始了幸福生活 面对姐姐的挑衅 他会毫不客气的打掉 女孩全口的烤刺牙 转眼男孩长大成的男孩 他被送到了荒野穷生 虽然捡到野生的热狗可以裹腹 但环境十分恶劣 这时羞悍的野兽出来觅食 搜了一下 就把男孩压倒在地 趁着猛兽窜屁的功夫 男孩使劲推开他 看着猛兽步步逼近 他吓得躲进封信里 随后猛兽一个大跳 男孩快速躲闪 结果竟然卡进身份里 要想打败猛兽 就要使用专业的捕鱼工具 杀死了企鹅后 男孩侃旋归来 成为斯巴达之王 迎接他的将是全国最漂亮的女人 男孩打败企鹅成为国王 迎接他的是全国最亮的女孩 女孩让唐三签个名 直男也还真是个直男 唐三直接写上嫁给我 女孩很开心 也在他的身上写了三个大字 看着一串符号 唐三不懂 小悟说这是他的珍藏密码 娃特 很快他们结婚了 还生了个五岁小孩 在斯巴达生出的男孩 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男人把能想到的暗自方法 全都让孩子尝试一遍 亲妈负责在一旁鼓掌 不打不成器 为了儿子成为男子汉 变据惊魂 甚至组队一起上 最后一枪击中命门 上午才算完事 这时波斯国的大使拜访 唐三先生握手 然后又友好的亲了两下 这给使者整得不会了 怎么事 原来这是斯巴达男人打交和方式 只有女人才会击找 好吧你的地盘你做主 最后他们开心的手拉手 来到了野生的茅房 大使让他们赶紧投降 男人去农场放牛 女人送去导国慰问 老人和小孩将去生产名牌球鞋 唐三看向无辜的子民 果断拒绝 可看到大使和自己的老婆搞在一起 你个鸟人 哭着一脚把大使踢下了毛坑 把两个小咖拉也踢了下去 妈妈咪一哑 他还把女孩给踢下去 就连奖发棒歌 甚至是导演也都踢下去 编剧吓得哭得像个孩子 竟然还湿了裤子 去吧朋友 随后打开开关 把他们冲进了下水道里 第二天就召集了全国的勇士 个个都是把块腹肌 没有就画上去 随着一声号令 在国王唐三的带领下 他们就奔赴战场 战士都是全身腹肌 没有就画上去 一声令下 斯巴达国王亲自带兵讨伐波斯 他们犹如丢了心爱的小毛驴 手拉手蹦蹦跳跳的奔赴战场 经过三天一夜的长途把舍后 他们来到了服务区 这是一条狭窄的山谷 不管敌军有多少病例 一次也只能通过十来个人 很快波斯人来了 他们全身穿着衣服 看着就很厉害 大将军劝他们投降 小胖健壮 另一个冲了过去 踩上岩石 助力一跳 谁知用的力气有点大 撞到了鞠石上 瞬间打脸 不好意思的掉了下来 大战一触即发 哎哎 这咋的事 斯巴达勇士跳起什么舞 简直撂加我的铝合金眼 波斯国使出了街舞 他们再配上最热单曲 那炫酷的1000度旋转 碾压全场 把小黑都看傻了 最后再来一个高难度动作收场 至瓜评委给出了满分 于是波斯士兵 被斯巴达战士送去下海 第一回合斯巴达赢了 他们知道波斯人会拍更多的兵力过来 于是在温泉关喝汽水补充体力 很快波斯国的大王来了 国王是个男人 搜他一下 扯掉钮扣 眼瞅着按不上了 就给自己做个小手术 用定书器咔嚓一下 酸爽的感觉 让王国眼督子瞪地流远 气质这块谁也不好使 踩着舒服的台阶 可不小心发生意外 他就开枪把翻错的小兵干掉 随后拍出了波斯最勇猛的战士 他们会说唱 你没嫁 我没娶 不如咱俩在一起 想结婚 谈实际 你有多少人民币 没存款 没继续 我会为你去努力 没有车 没有房 赶紧给我滚一旁 万水千山总是情 理情少点行不行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三万块钱别算贵 天涯何处无方跑 一万块钱也不少 人间自有真情战 最少也要两万块 你单身 我单身 不如咱俩去结婚 你看了啊 我太小 还想老牛吃嫩草 不要看我年纪大 保证以后很清化 谁会叫你丑八怪 肯定你想下一代 汤哥打电话 刁平一百万 可却只有一块绿布 唐三很是疑惑 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会做笑 还在这么玩的 几百万的波斯士兵 凶有而来 而斯巴达人毫无畏惧 当先用锅盖把敌人碰死 随后一键把敌人刺穿 再加上练过中国功夫 所到之处片甲不留 然而波斯人派出了幽灵骑士 幽灵骑士太菜了 一个普通士兵 用灭火器瞬间就给秒杀了 波斯人又派出了 世界上最能打的男人洛基 一拳就把队长的小犬打死 大队长彻底怒了 哭吃一下就把洛基头套打掉 洛基回打过去 他就倒下了 没想到地上有武器 刚要减手枪 就发现更厉害的 是新冠病毒 他对着洛基的脑门就扎了进去 在那个年代 神仙医生都救不了他了 他得到拳王的腰带很是兴奋 可大哥这是战场呢 小胖拿起长矛把队长干掉 受刺激的唐三开启游戏模式 他先抢了一辆八手心的跑车 听车才音乐 安抚下受伤的小心脏 随后捡起狼头 打伤士兵 得到两把枪 把波斯人都给突突了 小胖见状赶紧跑 唐三紧追不舍 突然他看到了神秘宝盒 这是变形金刚的火源种 随后小胖人车合一 变成了高大的机器人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刷淡淡视频 再去解决敌人 可由于电线太短 机器人倒下 士兵全都被活活压死 受伤的胖子回到老家办救兵 一年后 面对三万的波士士兵 胖子一点也不怕 因为他也学会了特效 还复制出了十万的斯巴达战士 这部电影有没有雷刀你呢 低级的恶搞 其实是反映漂亮国当时的社会现象 但你不得不承认 这部电影辛拉的嘲讽大快人心 感谢关注淡淡 为你推荐精彩剧情